事实上妈妈担心如果养小孩真的很辛苦 在新竹县的一位柳宗蕊 她就独立了拉拔了三名子女长大 还以身作则陪读 在她44岁那一年 跟长女一起考进了大学 三年前完成大学学业了 她兼顾工作家庭跟学业 展现出自己过人的任性 经过新竹家福中心推荐 获得今年全国自强妈妈的殊荣 喜欢的人 对然后就家书 我很喜欢留孩子的东西 柳宗蕊看着墙上 满满的都是孩子们留给她的卡片 心里好开心 因为这些都是孩子对妈妈的爱 眼前这张毕业证书得来可是相当不容易 民国89年 柳宗蕊的丈夫因为肝因荒病逝 面对突如其来的丧父打击 她们被打倒 还将丧父的悲痛 转化成抚养孩子的坚毅 坚强的担起全家的经济重担 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说 家里没有爸爸 妈妈没有老公 不过你们只要把书念好 一样 不要 我是觉得说 不要说什么伟人 我说一样可以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为了加强自己担任幼教老师的能力 更为了替力大女儿升学的信心 她从事书本 母女俩同时考基大学 大学四年期间 家庭工作 学业三头烧 虽然很辛苦 但孩子的天心 让她甘之如頤 我们现在家都会说妈妈爱妹妹 她会说妹妹爱妈妈 跟她互动都会这样 平常互动就像朋友一样 孩子和妈妈没有距离 一张张照片 看得出一家人感情相当融洽 妈妈我爱你 好啦 快一点啦 看着儿女见地长大 柳宗睿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因为她的乐观开朗 和身教带给孩子正面影响 证明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